退化性关节炎可应用干细胞的再生修复特性来治疗 那其他像是肌肉萎缩、韧带断裂等的伤害 干细胞治疗能够发挥作用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黑豪TOPICS 我是主持人林以玄 在刚刚的回顾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 近几年随着法规到位 那我们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用干细胞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效果 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 但是呢我们的关节并不是只有退化性的问题 像是一些先天的疾病或是后天的损伤 都会造成我们的关节受伤 那这些问题是否可以用干细胞来治疗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健重细胞生医的执行长张宥文博士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 未来骨头在用干细胞治疗是否有更多的潜力 张伯好 李轩好 大家好 刚果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想要首先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呢在小儿麻痹的治疗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小儿麻痹疫苗 所以现在台湾几乎已经不会出现新的小儿麻痹案例 但是在过去非常多年以前 确实有曾经大流行过 那这些人呢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康复了 但是过了十几二十甚至三十四十年之后呢 现在他们又开始出现一些好像不良于行的问题 那这个是单纯的退化造成的呢还是就是说 他们确实在小儿麻痹的感染过程中他们的神经是有受到损伤的 确实哦像刚才李轩讲的状况就是说 早期有得过这个小儿麻痹病毒感染的 然后之后呢在他成年过后 可能三四十年之后呢 他的肌肉麻痹啊无力的现象又在席卷而来 那其实在临床上称为这个小儿麻痹后的症候群 也就是说呢当初呢 其实被病毒感染之后呢 他确实运动神经院受到了影响 那但是因为他经过这个长期的运动复健呢 去维持他的这个肌肉啊跟神经的这个功能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那他的退化速度比一般人快 然后肌肉的萎缩速度好像也比一般人快 所以在他三四十年之后呢 他这种无力感又在席卷而来 其实确实跟他早期这个运动神经院受损是有关系的 对那像这一类的患者呢 其实大概就是说 要什么办法可以去帮助他的复原呢 当然细胞疗法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治疗选项跟期待啦 所以我们刚刚从张博的介绍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就是小儿麻痹患者呢 他主要是会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手机是运动神经元会受到的损害 然后接下来运动神经元会导致他的肌肉受到萎缩 那这两个层面来看 干细胞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 基本上都是从干细胞来的嘛 那我们身体两三百种细胞 那干细胞其实是有能力去分化成这些细胞的 所以呢比如说干细胞呢 它长成肌肉组织 长成神经组织 甚至长成其他的内脏细胞呢 它都是有绝佳的潜力的 那到底说干细胞它怎么用呢 才可以去帮助像小儿麻痹这类的神经元啊 跟肌肉损伤的状况呢 其实事实上在现在所有大宗的这个临床试验案当中呢 用最多的是一种叫做 肩充值干细胞的这类细胞 那它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说 肩充值干细胞它具有分化能力 我把它长成神经 然后长成肌肉 那去植入到这个受损的位置之后呢 就可以让它原本的这个受损的区域呢 的功能恢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干细胞植入到体内之后呢 它其实可以释出一种叫旁分泌效果 它可以释出就是比如说神经元保护功能 它可以让这个神经 神经元细胞呢 在退化衰退的时候呢 让它功能不要再继续衰退下去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肌肉在萎缩的部分呢 这个干细胞所释放的这些好的分泌物质呢 也可以让肌肉不要再萎缩 不要再麻痹 不要再无力 那另外呢 更进一步就是说呢 干细胞的修复取代再生 可以让它再重生 然后再长回来这样子 对 所以刚刚有大概提到非常多效果 我们想要先聚焦一下 在运动神经元的部分 因为刚刚张伯有提到说 你的神经坏掉 我再长给你一个就好 可是神经是不是比较难长的一种细胞 确实哦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都跟神经的受损有关 可是可以发现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确实有点难度哦 主要是因为其实神经啊 神经元细胞呢 它不是说只有单一种细胞长成的 它其实是有大概 至少要三种以上的细胞去构成的 那神经细胞它在 干细胞在分化成神经细胞的时候 它有一些特殊的机能 机转啦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很多的研究团队 其实在体外都已经成功的分化成这种神经细胞 只是说未来在活体实验 动物实验 甚至是在人体临床时候的运用呢 它确实还需要很大的这个测试跟突破啦 还有一点进步空间啊 简单来说 那在肌肉的方面呢 肌肉好像就是干细胞 确实还会比较好的作用是已经有了 确实啊 其实因为肌肉组织是比较单纯化一点 所以经由尖通质干细胞 它去长的这个肌肉的组织呢 它可以长成肌肉层片 那再去植入我们不管是肌肉坏死啊 或是萎缩的区域 它确实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再生的效果 并且恢复功能 那许多的这个不管是动物实验 或是人体临床实验 都有看到这样子不错的成效 就是现在小人麻痹症的两个层级的问题 首先运动神经元的部分 目前干细胞 它看起来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我们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那不过呢 在肌肉萎缩的方面 现在呢 我们的干细胞 已经有可以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了 那对我们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等于我们对小人麻痹症 几乎是可以 就是全方面的控制这个病情 因为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疫苗 让它不要有新的案例产生 然后在后期呢 就算你有得过没关系 我们未来会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 来让你避免说 出现一些症状上的问题 对 不过这边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虽然说以干细胞来治疗 小人麻痹后的症候群 它是一个很合理 而且很有希望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现在全世界 很多的这个临床 试验案正在针对 像这样子的症状 神经元受损 跟肌肉萎缩的方法 去做这个 用干细胞去做修复 可是目前啦 目前还没有一个 就是合可的 对 政府合可的这种治疗的方法 说 这个细胞疗法就是对 小儿麻痹后的症候群 所以呢 其实 我们大概还要再期待 就是更大规模的临床事件 然后更多政府的把关 我们才可以说 这个疗法 适用于这个小儿麻痹的患者 因为刚刚张伯已经讲了 干细胞对于肌肉很有效 那我就想到 其实我们蛮多老人家 会有肌少症的问题 就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不能吃的太多啊 什么东西 结果就变成说 本末导致我们吃的太养生 吃的太寡淡了 然后蛋白质都没吃够 然后我们的那个蛋白 肌肉量就一直掉一直掉 那这一方面 是不是干细胞也可以 确实哦 其实有一些研究团队就是 针对像老人家 像大家都越活越长啦 越活越久 可是其实有一些退化性问题 很难避免啦 所以像肌少症 就是其中一个 那像我们这次特管法 开放的虽然是 退化性关节炎 那另外也有就是 自体纤维母细胞 做局部的皱纹的 修补的这一块 对不对 那事实上 有很多研究团队就发现 就是说 干细胞呢 它长成的肌肉细胞 去解决这种肌少症 那确实是有蛮大的功效的 而且这些呢 细胞大概用自体的一些 不管是脂肪来的干细胞啊 它大概就可以达出 不错的效果这样子 所以呢在退化方面 我们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期待以下的 那不过我们 情商最长潘红道的问题 应该是说 譬如说我现在去打篮球 然后不小心 磕着判 就是撞到了 然后就可能说 我的肌肉受伤 我的骨骼受伤 它这种问题呢 其实像 如果是干细胞应用在像 这种运动伤害方面呢 你只要Google一下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新闻 而且都是很多的大咖球星 甚至是这个很厉害的一些 不管是打踢足球的啦 篮球的啦 棒球的啦 你这些都可以发出很多的新闻喔 对 所以由此可见 干细胞对于像这种肌肉 运动损伤 它确实有很大的潜力 对 那它是怎么样的治 应该是说它的基转是怎么样呢 基本上其实干细胞它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三个 修复取代再生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受伤了 比如说你撞伤拉伤 肌腱损伤啊 或是韧带断掉啊 骨头撞伤或是挫伤 那它这个修复取代再生嘛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会 干细胞到体内 它会发明一些 所谓叫修复因子 那让你这个修复的速度比别人快 比别人好 比如说你原本靠自身的修复能力 可能就是五六成 或是六七成 而且之后会一直旧伤一直复发 但是用干细胞因子呢 确实可以有效的 去提升这样子的修复效果 那再来就是修复取代嘛 取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已经坏到 因为你每次都旧伤一直复发一直复发 然后甚至是骨头已经磨损到一个部型了 那这时候呢 干细胞它可以分化成那个部位的细胞 比如说一些软组织细胞 或者是一些骨头细胞 直接呢就把你长成新的 这个位置的细胞 然后打造这个再生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张伯 欢迎来到张伯的小教室 那今天呢张伯的小教室要来讲讲 到底什么是细胞疗法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其实黑后他别看那么多集 讲了这么多的细胞疗法 那到底细胞疗法是什么啊 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 好啦 大家可能都听过捐血 那其实捐血呢 就是一种捐血球细胞的过程 那输血呢 其实呢就是经过这个血型的配对之后呢 你接受别人的这个血球细胞 那打到你的身上 其实就是一种接受细胞治疗的过程啦 那接下来呢可能是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呢就是当 有些人当有疾病状态骨髓功能异常 或者是像白血病患者 那他的造血功能没办法回复的时候呢 他必须经过精准的配对 HLA配对 那接受一些别人的骨髓干细胞 到身体去治愈疾病 所以呢细胞疗法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呢当你身体细胞坏掉的时候呢 那你经过一些特定的配对 那去找寻适合你的细胞 去放到你的身体里面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细胞治疗的过程 好啦今天张博小道士为大家介绍到 张博今天跟我们讲了非常多 因为本来我们特管法只能 在细胞治疗上只能用在退化性关节炎 不过张博刚刚已经讲到了 不管在退化上面啊 或是在一些受伤外伤上面来看 我们的干细胞在未来是有非常多的潜力的 那想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呢 我们现在特管法目前通过了 在骨头治疗的方面 只有呢开放了用自体的脂肪干细胞 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不过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 以更多的证明呢 相信未来呢法规跟上以后 我们在骨头治疗上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效果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